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今天这么高兴呢 就是因为今天收到了一堆的包裹 还有几个没放上来 特别有个重要的包裹 像UP这么柴迷的人 看着什么最高兴呢 咱们先拆开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包裹吧 1 2 3 4 一共4张 你们说这个去超市花的话 会被打吗 我们看一下UP之前团的 这是什么 老板100元人民币 这儿还有很多航天超 假如拿这个咱们去超市的话 然后对着美女说 哎美女100块钱来消快乐水 我估计这美女会直接的甩一句 肯定不收X币 然后啪啪啪啪啪 你知道吧 这种感觉啪啪的感觉 瞬间感觉特别舒服 得真 言归正传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到手的呢 对 还有点东西 还有点纪念币吧 其实这个和这个都是一个套路 因为UP呢比较 喜欢收集这些东西吧 因为这些东西甚至空间大 计划留给下一代 然后以后用这些币 可能翻10倍或者100倍 去买上一套房 也可能以后是给孩子的价装 把这些钱给他 然后你自己去去卖了 然后去买套200平米或者300平米的话 可能 因为UP囤这些东西 不只表面上这些 至少很多很多 因为我毕竟身价500亿 看一个狗比一个高铁币 还是挺精致的吧 这一个小板子 板上去 哎呦挺不错的 那咱们言归正传吧 说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到手的 首先呢 这个东西咱们在 京东或者淘宝都是有卖的 其次呢 它是一个纪念币 这是纪念币 纪念 这都是纪念币嘛 这个是市面上不流通了 知道吧 在网上也可以买到的 但是这个比较贵现在 但是这些纪念币呢 是允许在网络售卖的 但是 它好像貌似 必须得经过银行的批准 然后工商登记 然后才能去售卖吧 那其实说白了 在淘宝这么多店 咱们其实不知道 有多少家店 就有这个执照的 这个东西 应该是不可能 有人会去卖假货吧 这个卖假货 真的 人生不保 生命不保 这个怎么做到气质了呢 那UP就分享下UP的经验 假如说 咱们是 假如说京东的金钱币吧 它本身价值 这个是100元 而且这个是 可以是兑换成人民币 咱们去 央行 中国银行 最好是这个银行兑换 然后可以兑换100元 兑换100元 大红钞 知道吧 可以等值兑换 然后就如果说 京东的 这个100块钱的 航天钞的话 它可能售卖就是100元 但是它有个运费6块钱 它可能赚在这个运费上 然后咱们 其实到手的话 是106一招 但是你如果 在京东有活动 就类似于银行的 100-30 或者300-150 因为这种活动 一般都是限量限时的 然后咱们再付 一个100块钱的钱 然后加运费106 然后用100-30的活动的话 下来可以得到76 可以买到这100 然后下来是进赚24 如果你有300-150的银行活动的话 它会相当于5折买 100-30是7折买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而且淘宝的活动 就是说淘宝 它不是经常发红包 还有天猫 天猫有经常有300-30的购物卷 而且这购物卷可以累积叠加 就是可以做到600-60 900-90 去这么做 然后之前有个之前99大处的时候 那个红包在 你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还在 看 之前99大处的时候 有个800-120的红包 然后这是满900-90 可以做到一个990-90的购物卷 最后可以做到900-210 你知道吧 然后它900-210以后 下来咱们去买航天超的话 就可以756 卢到9张航天超 这个就净赚了146 其实卖家收到的还是全款 这些钱是淘宝给出了 很稳定 发货是没问题的 其实说白了 这些淘宝折线吧 不算些啥 这是一些很基本的套路 但是很多人呢 不知道领的 假如说那个800-120的红包 领到手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花 这现在up就交给你一个 这个小技巧 你以后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 去做成折线的 这个东西发出来 估计 以后有这东西都抢到 其实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就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吧 把这个放一下 这个 一分钱 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雷元的自拍杆 这个是一分钱的聊天兔子 这个是 也就是一元 这个是两元 这个是一元 然后是用了个礼宾卡 所以可能是零元 然后 这是那个空气清新剂吧 这个是个5块2的5斤红16 然后1块钱的提拉米苏 你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分钱的聊天兔子 一共是 蟹黄豆 两份 蓝花豆两份 花生两宝 紫薯花生两宝 2018年9月3号 它的日期 它也不是出销果 也不是零期的 没毛病 好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就是在京东1块钱买的空气清新剂 12345679个 这些东西 在群里的话 你是都可以买到的 还卖房 500亿身家的UP 挥一挥手 一整洞包到手 这一块钱 这东西 可以放在UP的 那个家常奔驰 家常奔驰上 前后一共放9个 真好 OK 这个也挺容易 2块4 这么多 这一 这一盒是8个 然后再加4个清新剂 哇 这次UP的奔驰 妥妥的 上去估计能把你镶死 还有这个 0元的自拍杆 挺好用的 0元 OK 像UP这么体面的人 不能只用这些便宜货 毕竟UP也是有500亿身家的人 所以呢 今天在此 征婚 不 是这差不多 真鸡老一位 而你只需要负责花钱 对 你只需要负责花钱 每月零花钱 自己写 有钱吗 大度 OK 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你学会这些小窍门以后 以后有红包的话 可以适当地赚一笔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